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一颗点心 烤鸡蛋布点 吃了可以帮助小伙 贴贴的嫩嫩的多可口 人人都欢迎 要吃汤厨呀 气味要有呀 趁南趁北无风好也唯独我一家 少鸭切成块 腌肉小黄瓜 鸭肉不再黄瓜上呀再把汤水下 味道真不差 味道真不差 吃了人人夸 来一颗点心 烤鸡蛋布点 吃了可以帮助小伙 这个厨师呢 我们就画好了 一般厨师胖胖的 都一般笑嘻嘻的给我们炒菜 他用这个下面的照缓旺 然后呢 煎炒碰炸 花花花花 都用一个锅子做好了 小朋友呢 这种剪笔画的形式呢 我们之前画了很多 以后呢 我会继续画 这是我们绘画启蒙阶段 一个特别重要的绘画类型 用油画棒呢 画也非常方便 颜色 而且颜色特别鲜艳 好了 这节课呢就到这里 小朋友 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 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一课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转发 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 高穷健 感谢你的关注 小朋友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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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